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 卢一仙书记 郑李锦芬总裁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非常高兴在上周访问广州后 今天再有机会 透过出发广州 飞越南沙 税港双城合作 网上论坛 跟各位一起探讨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 税港合作这个重要的课题 香港地理位置优越 一直以来是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 南沙 是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 连接珠江口岸两岸的城市群 税港两地洗手 可以为大湾区走向国际 香港更好的融入内地的发展 提供便捷的途径 在这个背景下 第一个税港合作的多功能前缘平台 广州南沙粤港合作资讯委员会的服务中心 在南沙启用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是粤港合作的创新示范 便利香港企业 以南沙为基地 开拓庞大的大湾区市场 大湾区是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 目的是发挥区内城市的比较优势 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的追席 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的十四五规划 明确支持香港八个中心的定位 让香港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是国家国际循环的重要节点 利用一国两制的图特安排与国际化的优势 发挥超级联系人 高增值服务平台 国制人才户和资金池 试验田 防火场等角色和功能 同时 大湾区对香港自为重要 是香港扣进国家经济内循环的最接切入点 香港将会在金融 创新科技 贸易 物流和文化艺术等领域 发挥自身所长 贡献国家所需 在金融方面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 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 将积极坐立人民币国际化 与此同时 我们将会继续是内地企业和地方政府首选的境外融资平台 和走进国际舞台的风险管理中心和财资中心 也将继续为内地的投资者 全球配置资产提供理财服务 推动并引导国际资金 支持内地绿色经济选行 为内地的政府 企业和绿色项目提供多样化的绿色和可期许融资 在创新科技方面 香港最具优势的其中一个领域是生命健康 而南沙的五大主导产业 也包括创新科技和生命健康 两地的合作空间广阔 可以合力加强大湾区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 贸易物流方面 南沙的航运物流发展已极具规模 与香港的航运中心优势互补 香港 广州 深圳可以共同组成大湾区的国际资专商港口群 三地港口之间的合作 不但有利进一步提升大湾区港口群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能更好服务大湾区的国际贸易和航运服务的需求 特区政府最近宣布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 在这个新的发展布局下 香港的南北两端 张承亚铃色的发展 胜在做金融和创新科技两大经济引擎 香港北部的创新科技产业 有利我们与深圳 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一起合作 营造更蓬勃的创科生态环境 更完备的创科产业链 进一步加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实现国家时速规划对大湾区发展的期盼 最后我祝愿论坛圆满成功 各位朋友 身体健康 事业宏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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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